《广义》 所以现在原始点 这个名称 其实它有分广义跟狭义的 所以你们在每一章里面 只要看原始点 有时候这个原始点是 它指的是指医学 有时候原始点又是指什么 位置 那就是从狭义跟广义来说了 那为什么有狭义跟广义 如果从狭义 它本来就是代表一个位置嘛 所以我们哪里有病症 我们就找相关的原始点有没有 这个时候是指狭义的位置 那如果以它在应用上 你找到原始痛点 然后按推然后解决病症 这个角度来看 它第一个 它又是有诊断跟治疗的作用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怎么样 保健的作用 因为它既然可以做到达到诊断 所以它就可以发展到 预防疾病 自卫病 比如说你还没有症状出现 那我把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都先按按看 如果按到痛点 我们就已经知道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体伤 只是它还没有症状而已啊 那我们先把体伤 按一按 然后温敷把它解决了 它以后即使风寒再来 或是生气 或是种种劳累 不会 那它还会不会引起症状 不会 因为 如果把阴解决了 那还有恶炎来 它也不至于产生症状 之所以会产生症状是怎么样 你本来就有体伤 有阴 然后再加上恶炎 然后阴炎合合 果报就现前了 也就因炎俱足 果才会现前 那如果单一的阴 或单一的炎 都不至于产生症状 它是这样来的 所以原始点 从这个应用上 它也可以达到自慰病 所以我们称原始点 它从广义来讲 原始点也代表是一个怎么样 涵盖医疗与保健 医疗就是包括两项嘛 诊断与治疗嘛 然后保健就是自慰病的概念嘛 那这样它都涵盖挂 所以原始点可不可以称为医学 当然可以啊 医学一定有包括两个要素 叫做医疗与保健 这两种才能称为医学 单一的都不能称为医学 譬如你只有医疗没有保健 你只能说这个是一个疗法而已 所以原始点在发展 也曾经自称为疗法 有没有 原始点疗法 但因为发展不对啊 它还可以怎么样 智慰病啊 预防疾病 因为它有诊断的功能啊 有没有 再进一步发展 诶 然后就可以智慰病 好 这个就是保健 那完全符合医学 所以最后又改称为原始点医学 所以原始点它以前的名称变了好几 这个就是我们对医学的认识的不同时期 而有不同的名称 是这样来的 一个生命要维持下去 它必须要有组织器官的运作 我们之前有讲 那光有组织器官运作 也不能有生命喔 还要有什么 热人的推动 有没有 它光有组织器官跟热人的推动 是不是就一定能活下来 可不可以 这样是不够的啊 不信你把你的鼻子跟嘴巴捂起来看看 我看看你能活多久 所以很明显的 光你这样身体是不够的 还要怎么外延 包括空气 甚至再扩展一点的讲 还要有阳光 水分 食物 种种 你才能活下去 对吧 所以你看喔 我们生命要维持下来 原来不能只有独善其身啊 以为自己身体就可以活命的 还要有什么样 外延的帮助啊 了解吗 好 那这样组织器官 为什么要讲那么详细呢 因为西医重在解剖学 所以西医它的发展 它比较倾向这组织器官的运作 它会搞得很清楚 但很显然它忽略了一点 这些组织器官一定要有热能推动 但它少了这一项 它就变成不完善了 了解我的意思 你看嘛 没有我们说热能它的重要性 不雅移 甚至比组织器官运作那个关系 都还要严重 重要 没有热能 你肯定这个人是死人了嘛 你不可能是活人嘛 刚好西医的研发 就是从死人身上开始研发的 你不信你看 他们着重在怎么样 解剖学 那解剖学 你也知道 有没有可能解剖活人 你要不要给他解剖 做实验 有人愿意监大底给他解剖啦 有没有 现在也很多流行说坚振大底 谢谢观看